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历史里面很多民族英雄其实是身为绝技的 他们都拥有一身的武功 他们的武功是维护社会安定 而同时都是保交惠国的 我们跟一个欣赏他们的正义的同事 我们都对他们的功夫很有兴趣 究竟他们用什么功夫呢 远的我们先不说 我们先找一些近代的民族英雄 例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莫元格 莫元格这个民族英雄 究竟他用什么功夫呢 大家知不知道呢 他有一些资料的显示 其实他用的是迷宗牌 迷宗权 迷宗权又是怎样的呢 就不是我说 今天我们的嘉宾去讲一讲 究竟迷宗权是怎样的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这位是我们迷宗派的师傅 洪润言师傅 你好 洪师傅 你好 王师傅 你好 非常文化 可以邀请你做我们的节目的嘉宾 想问一问你 其实迷宗权是怎样的权权呢 迷宗权呢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北方的权种 我们中国来讲就是 讲过传统的武术 大致是分南方和北方 北方的权主要就是长桥大马 还有迷宗权呢 我们通常练习的时候呢 是有一些很重要的要点 我们希望要集中注意的 通常来讲我们就会讲 迷宗权的是伸眼手暴发 就必然要了 另外就是所谓进去起伏 这件事就是我们要掌握得好的 是 另外就是闪 展 藤 罗 这四个缺要 所以迷宗权呢 在一个很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 它是跟一般的 譬如我们南方的权种 是有一些练习上面的不同的方法 是 那么迷宗派呢 这个它是怎样来的呢 迷宗派呢 我们据所收集到的史料呢 就会是 回到我们会是 追寻到呢 在清朝乾隆年间 泰安元代岳人的叫孙通 这个孙通呢 他就是当年就已经 走了进去召林子 到年务的 那肯定他练了很多年了 肯定他练了很多年了 当年 我们所知道他十几年就练了母 但是通常他练了母之后 就会出去周游天下 增广见闻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 孙通就向北上 就去到河北 蒼州 那他最主要就在两个地方呢 就是传授了下来 这个不是中权 一个呢 就是河洲 静海远的 叫做大团村 另外一个呢 亦都是静海远的 小南河村 那小南河村那里呢 就是刚才我们提及的 霍元甲 他的故乡来的 当年传到小南河村 传授了下来的人 就是霍元甲的曾祖父 所以这样才到岸甲那里 是的 接着他怎样传到这边呢 这个在河洲那边 已经是一直都有这个权种 传授了下来 差不多应该说1900年代 那些时候 那就是说呢 在那个时候呢 在我们的中国 就跡弱 那很多人呢 就去了 就是所谓是 和这个上海那里呢 就从外面的交接 那也都有很多的纷争 那当时这个霍元甲呢 那个年代呢 他就是被邀请去上海那里 那他应该这么说呢 就是去接战 或者应对 一些外国人的 就是在中国的 所谓的 是这个关于武术上面的 一种的耀武扬威 那当时他就去到上海的时候呢 就主要呢 其中一个 就是所谓家遇户妖的 的结果呢 就是他就 劫技呢 就所谓是 是和日本的武士呢 比武 那也都是呢 在那个情况之下 日本武士是应该呢 是被他打败了的 嗯 那所以呢 就传了下去上海了 那所以上海最主要呢 就是 在1909年了 这个就是上海 在政务体操会 那时候叫做政务体操会 霍元甲就在那里呢 就是开了这个 这个叫做政务体操会 嗯 就是教授 我们中国人 那个就是这个武术 嗯 当时所谓的就是 对外的抵抗 你强侵扎啊 就是强身健体的国民啊 那时候主要是教埋中权 他当时 以霍元甲来说呢 他是以迷中权 为他的这个 这个主题 所以他当时教的呢 一定是讲迷中权的 是 那当然 至于那个方式是怎样呢 我们今天就是 就是不能够在这里 做什么的 所谓的 真正的聚述到出来 要看回那些资料 黄师傅 你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我呢 就是在1960年代呢 那时候是中学生来的 刚刚入中学了 如果我没记错 是中一 你多少岁来的 我现在70岁了 70岁 对吗 练某人就不同了 我看了我的将来 我都很年轻 哈哈哈 OK 那当时就去南华体育会 因为叶宇廷师傅呢 嗯 当时就已经在上海 那时候就叫精武体育会了 就是教育拳之后 跟着日本侵华 洗澡上海那些地方 商界沦涵呢 那我师傅叶宇廷 他就是南下了 就去到广州 在广州一样啦 广州一样啦 广州一样啦 广州一样被日本人 这个所谓这个公占呢 他就来到香港 那就是在南华体育会那里呢 就是做教权 哦 就是这样的机会呢 所以我就在1960年的时候呢 那时候就进去南华体育会那里呢 就是他的国术部那里呢 就是跟着叶师傅 但我都比较上可惜呢 只是跟着他两年 因为他1962年已经是新股了 是 哦 其实那个埋中拳呢 我们经常都看 《王格》那些戏里面呢 会听过这个名字 而实际上呢 我真人呢 真是没亲眼见到 有多少真的埋中拳的师傅呢 去打一下这个拳 怎样用法一下其他东西 可不可以今天呢 帮我们介绍一下呢 埋中拳锤里面的一些的动作 和它的实用性在这里呢 我们一会可以是 大家这个研究一下 哦 OK 我们基本步呢 先大家呢 做一个 纸五脚 去吧 去吧 是的 然后呢 我们变成一个公步 现在我们变成一个公步 再拿回一个纸五脚 然后变成了右边的公步 好了 现在纸五脚 跟着我们做一个伏腿 好 再做一个纸五脚 好 我们现在演示 一基本的拳法 开始 好 收拾 好 刚才呢 我们看到呢 是一些埋中派的一些基本的步法 和一些的出拳的方法 但也想请红师傅呢 和我们介绍一下 那实战当中呢 有什么组合呢 在埋中拳里面呢 可以告诉大家 或者有什么要决呢 可以告诉观众听下 究竟它是怎么用的呢 好 好 那我们呢 就是主要来说 我们讲四个缺要 就叫闪 展 藤 螺 首先你讲我先讲个闪 是 那闪呢 我们就这样做法 如果对方 他在中路 打我一拳 在这里攻击我 我们闪 即进 进 又即闪 根本我们又不退 无论对方怎么打我呢 我都是用很快的方法 希望 一扭身 拨了之后 在后面 就是反击 这个第一步 这个叫招式的打法 是的 这个叫招式的打法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实践的 这个动作试一下 你先做一个 试分 给大家看一下 好啊 慢一点 OK 看连转过 圈过 是的 转一个圈来的 是的 那现在呢 你在中路打我一拳 如果我们再比较上 所谓是这个 顺着一点点 你试一试 试一试 顺着一点点 我会用身 出迷 我会用腰力的 OK 是了 其实这里我们所讲的 就不是用手 那么简单 其实我们是整个人 就是所谓一个 有动作的 你比如打我一拳 在中路上 我一定是这样去 OK 那当然如果是真正人说 就不是公布了 其实已经去到人背脊了 是 就是如果要快 就要去到背脊了 好 接着刚才你说一个闪 还有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剪 剪 剪其实呢 就是开合的问题 开合的问题 通常呢 我们是定了在这儿 定了在这儿 那这些位呢 为什么要 就是叫做 是蓄势以待 那因为 我们通常来讲 都是不是想打人的 但是如果人家要攻击我们的时候 那我们是要有一些 就是所谓的 防备的价值 如果对方看到这样 他认为大家 请请 那更加好 如果不是呢 对方来的时候呢 他一定是攻你这儿的位置 或者这些位置 那我们一出呢 其实是上下一切来的 一撥 这样出 就是迷宗派 就是最主要是直脚 拳打三分 脚踢七分 就是真的 这个就是迷宗拳 那个真正的勇气上来的 通常一两样有脚的动作在这儿 是的 一动起来一定会有脚的 哦 可不可以做一次示范呢 好啊 对我们这样 啊 一落 就去 好 这儿因为要撑住 其实这儿是攻势来的 好 好 想不到啊 黄师傅七十岁 人家 哈哈哈 腿法在那儿 不是啊 哈哈 不如再示范一下呢 用的时候呢 怎样撞到 因为这样看的人很厉害 但是什么情况会这样做呢 如果我是这样的时候呢 你就是用 比如你用一手打我 啊 我一定是这样的 但我不会 我不会走的 你先冲过来 慢慢过来 你先冲过来 我一定上的 因为你怎么把我都 你向中间 我一定上的 即是一撥 一定上的这脚 即是我们这些全部去的 其实这些 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手法 其实是会转的 这些这样呢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去的 这个手是有意思的 有意思 无论我们这样出 或者怎样出 我们看对方那个 一定要看对方的反应 对方的技能 即是这些手我们出 其实又是去到后楼 那个腿呢 有没有说 专打哪个步 其实腿呢 我们的腿呢 高低都去到 又是视乎对方 就是他那个防守的角度 不要说指令打哪个步 比如呢 我们做一个 在顶上打下来 我们用一个分龙手 跟着坏心腿 再来吧 再来吧 实际上来说就是这样 好 多谢红师傅 和那些兄弟的 私兄弟的一些进取示范在这里 我也都知道红师傅 这么多年来呢 其实对中国武术文化的推广 是不为了 很厉害的 那么我想问一下 近期又有没有一些新的活动呢 可以给我们来到参与到 或者可以观赏到的 哦 刚刚有 其实我们在2013、2014年 到现在2015年的 来近的1月25号 我们在旺角花去公园那里 就有一个 武术文化的表演节目 哦 那么这个节目呢 我们就是将武术 其中一些的元素 拼合了 你可以说一些文化娱乐的元素 比如音乐 譬如这个聚述的故事 主要出来 就成为一个舞台表演的形式 就给大家 是观众去欣赏的 哦 OK 那么一定相当精彩在这里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听一下什么时候的时间在这里 时间就是 现在来着的 1月25号 即是15年 1月25号 1月25号 星期日 下午2点半至3点半 哦 那我有没有票给我看的 哦 你欢迎来啊 是不用票的 哦 因为那个是 鱼龙处的 美食嘉年华节目 而它这个是 舞台上面的表演 哦 所以我们就是 在这个2点半至3点半 就是负责这个 时段的表演的 那我一定去 好 多谢 好了 今集呢 多谢红师傅 带我们的嘉宾在这里 下一集呢 继续邀请红师傅呢 会和我们讲迷中牌 迷中拳的 其他的一些文化 还有一些功夫在这里 好 下一集再见 那如果有这些拳 拳中身体的时候呢 请你现在再来 呸 这个拳呢 明白吗 就是把你的身拳开 避到它的风 其实 中了也好 它是没力的 因为你的身 在这些拳的里面 就是一个串的 尿曲 我 现在有一个 疯狂的 我 我觉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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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